我们来看进入到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探讨一些反转形态 周腰带线和铺垫形态我在这里不去 跟他讲的实际是个有意思的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容易的就是在交易当中容易看到就是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 这个叫做三三形态或者叫做三川形态 三川形态 所谓的三三形态就是在上面连续出现这种高点高点连续出去出现三次 若干根或者三根严肃不论顶端位置属水平 这是三重顶 或者底端位置水平的就是三重底 在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为什么把它叫做三川形态 因为当时日本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非常鸣的非常著名的战役 应该是德川家康在和他的对手进行打上的时候 会经历会在这个地形当中有一个这个三川的形态 所谓川就是水流水流棍这个川其实是一个这叫什么字 象形字就是水流的这种三川三条河流的象形字 这个地区正好是军事上的要求谁真夺到了这个三川形态的位置 谁就会在将来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它的这个三川形态 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的三川形态 它的来源是有一个典故的 并不像我们说的它就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它在中间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故 那在我们的交易当中这些围绕这些位置出现这种多次的底部形态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一个术语 出现一个术语 叫做三高不破 或者三高不过反空 连续冲击三四不过就反空 那还有一个叫做三低不破 三低不破反多 那构成一种上边的叫做三山形态 下边叫三川形态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反转形态 而且在反转形态当中是一种强反转形态 如果价格先后从三个位置同时从高位回落 那有可能是形成三三 特别是有些行情会连续点字 还会穿字出去而不过的话 那这种反转的效果会更加强 特别是发生在波段的底端或者顶端的时候会更好 增强因素 有些特殊的三川形态 比如说中间的三峰高 构成特别的三山形态 那就叫做三尊形态 三尊顶形态 这个三尊顶在中文的翻译当中会叫做头尖顶 会叫做头尖顶 就是在西方的翻译当中 他叫做头尖顶 就是中间的有左肩头部 右肩叫收的就是三部分 头尖顶形态 头尖顶形态在交易当中 就是就形态而言是交易当中最有意思的形态 我们在强化的课程当中会把头尖顶形态 在发展发生和形成的过程分为大约八到九个点来去研究 每个点做哪些工作 每个点在如何分析会有八到九个点 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当你理解到一些精妙细微的时候 交易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就产生 好 我们